第八回 林教头赐沛苍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株林 诗曰 头上青天只嫩漆 害人性命霸人漆 须知奸恶千般计 要是英雄已命危 忠义迎心有禀赋 贪嗔转念 是慈悲 林冲何是灾星退 却效高求 网作为 话说当时 太尉贺教左右 排列军校 拿下林冲药斩 林冲大叫冤屈 太尉道 你来解堂有何事物 现今手里拿着利刃 如何不是来杀下官 林冲告道 太尉不患如何感见 有两个城局往塘里去了 故钻林冲到此 太尉贺道 胡说 我府中 我府中哪有城局 这死不服断钱 贺教左右 借去开封府 吩咐藤福尹 好生推问 看里明白处决 就把宝刀封了去 左右领了军指 尖压林冲 投开封府来 恰好 福尹 坐牙未退 但见 飞罗脚臂 紫寿卓围 当头鹅挂珠虹 四下连锤扳竹 官僚守正 届时上课 御志四行 令时谨言 七排中书 低声二字 提侠官能掌机密 客账司专管排单 立兵沉重 劫疾严危 直藤条之后 立街前 持大账离班 分左右 旁梅玉族 窃臣家 险要争宁 树木压牢提铁索 师承蒙勇 护昏辞送 断食有四玉衡明 斗殴相争 判断恰如金镜照 虽然一群宰臣官 果是四方 民父母 只使求从兵上力 尽叫人像 镜中行 说不尽许多威仪 四处就一堂神道 高太尉干人 把临冲压到府前 跪在街下 府干将太尉言语 对藤福尹说了 将上太尉封的那把刀 放在临冲面前 福尹道 临冲 你是个禁军教头 如何不知法度 守之利刃 固入结堂 这是该死的罪犯 临冲告道 恩向明镜 念临冲复区嫌冤 小人虽是粗鲁的君汉 颇实些法度 如何敢善入结堂 为是前月二十八日 临冲与其道岳庙还乡院 正迎见高太尉的小衙内 把妻子调戏 被小人喝散了 此后 又使鹿鱼后 钻小人吃酒 却是傅安来骗临冲妻子 到鹿鱼后家楼上调戏 已被小人赶去 是把鹿鱼后家打了一场 两次虽不成奸 皆有人证 此日 临冲自买这口刀 今日 太尉拆两个城局 来家呼唤临冲 叫将刀来府里比看 因此临冲 同二人到结堂下 两个城局进堂里去了 不想太尉从外面进来 设计陷害临冲 望恩相做主 福尹听了临冲口词 且叫写了回文 一面取刑具家扭来家了 推入牢里间下 临冲家里自来送饭 一面使钱 临冲的丈人张教头 一来买上告下 施用财帛 正直有个当案恐怒 姓孙明定 为人最耿直 十分好善 只要周全人 因此人都换作孙佛儿 他明知道这件事 转转晚晚在府上 说之就礼 禀道 此事果是趋了临冲 只可周全他 福尹道 他做下这般罪 高太尉批养定罪 定要问他 守之利刃 雇入结堂 杀害本官 曾周全的他 孙定道 这南亚开封府 不是朝廷的 是高太尉家的 福尹道 胡说 孙定道 谁不知 高太尉当权 以示豪强 更见他府里 五般不作 但有人小小处犯 便发来开封府 要杀便杀 要寡便寡 却不是他家官府 福尹道 据你说时 林冲氏 怎的方便他 施行断遣 孙定道 看林冲口词 是个无罪的人 只是没拿那两个城局处 如金卓他招任作 不合腰玄利刃 误入结堂 几丈二十 赐配远厄君州 藤福尹 也知这件事了 自去高太尉面前 再三禀说 林冲口词 高求情之理短 又爱福尹 只得准了 就此日 福尹回来生听 叫林冲除了长家 断了二十几丈 换个文笔匠 刺了面颊 两地方远近 该配苍州劳城 当听打一面 七斤半团头铁叶 护身夹定了 贴上封皮 押了一道蝶纹 拆两个防送工人 兼押前去 两个人是 董钞薛霸 二人领了公文 押送林冲 处开封府来 只见众林社 并林冲的丈人 张教头 都在府前接着 同林冲两个工人 到周桥下酒店里坐定 林冲道 多得孙孔木为耻 这棒不毒 因此走得动弹 张教头叫酒保 安排岸酒果子 管带两个工人 酒制树杯 只见张教头 将出银两 激发他两个 防送工人 一了 林冲指手 对丈人说道 泰山在上 年载月厄 撞了高崖内 吃了一场驱观寺 今日有句话说 上禀泰山 子蒙泰山错爱 将令爱驾世小人 一经三载 不曾有半身差尺 虽不曾生半个儿女 未曾面红面赤 半点相争 今小人遭这场横事 配去苍州 生死存亡未保 娘子在家 小人心去不闻 成孔高崖内 威逼这头亲事 况间青春年少 修为林冲 误了前程 却是林冲自行主张 非他人逼迫 小人今日就高临在此 明白立志修书 忍从改嫁 并无争执 如此 林冲去的新闻 免得高崖内陷害 张教头道 林冲 什么言语 你是天年不济 遭了横事 又不是你坐江出来的 今日全且去苍州 躲栽避难 早晚天可连剑 放你回来时 依旧夫妻玩具 老汉家中 也颇有些过祸 明日便取了我女家去 并尽而不减怎的 三年五载 扬善着她 又不叫她出入 高崖内便要见也不能够 修药忧心 都在老汉身上 你在苍州老城 我自频频寄书 并移附于你 休得要胡思乱想 只顾放心去 林冲道 感谢泰山后裔 只是林冲 放心不下 妄自两相耽误 泰山可怜见林冲 依云小人 便死也明目 张教头哪里肯应称 众林舍一说行不得 林冲道 若不依云小人之时 林冲便正侧地回来 事不与娘子相聚 张教头道 既然如此行事 权切由你写下 我只不把女儿嫁人变了 当时叫九宝 寻个写文书的人来 买了一张纸来 那人写 林冲说 道士 东京八十万进军教头林冲 为因身犯重罪 断配苍州 去后存亡不保 有其张氏年少 情愿立此修书 任从改嫁 永无争执 为是自行情愿 即非相逼 恐后无凭 立此文约为照 年月日 林冲当下看人写了 借过笔来 去年月下压个花字 打个手磨 正在阁里写了 与富与泰山收拾 只见林冲的娘子 豪天哭地叫将来 女使锦儿抱着一包衣服 一路寻到酒店里 林冲见了 起身接着道 娘子 小人有句话说 已禀过泰山了 为是林冲 年在月厄 遭这场驱逝 今去苍州 生死不保 成恐误了娘子青春 仅已写下几字在此 晚望娘子 朽等小人 有好头脑 自行招架 莫为林冲 误了嫌弃 那妇人听罢 哭僵起来 说道 丈夫 我不曾有半仙点误 如何 把我羞了 林冲道 娘子 我是好意 恐怕日后两下相悟 钻了你 张教头便道 我而放心 我而放心 虽是林冲嫩地主张 我终不成 吓得将你来再嫁人 这时且由他放心去 他便不来时 我也安排你 我也安排你仪式的终身盘费 只叫你守志边聊 那妇人 那妇人听得说 那妇人听得说 心中 梗叶 又见了这封书 一时哭倒 声觉在地 为之五脏如何 先见四肢不动 但见 京山玉笋 可惜数十年 结发成亲 包剑花残 枉费九十日 东军匹配 花蓉倒卧 有如西院韶药 以珠兰 弹口无言 一似南海观音 来入定 小园昨夜 春风饿 吹折江眉 就地横 林冲与泰山张教头 救得起来 半赏方才苏醒 也自哭不住 林冲把修书 与教头收了 众林社 一有妇人 来劝林冲娘子 搀扶回去 张教头 嘱咐林冲道 你故前程去 挣扎回来私见 你的老小 我明白便娶回去 养在家里 带你回来玩具 你但放心去 不要挂念 如有辩人 千万频频 寄些书信来 林冲起身谢了 百慈泰山 并重林社 背了包裹 随着工人去了 张教头 同林社 取路回家 不在话下 且说 两个房送工人 把林冲带来 使臣房里 寄了奸 东超学霸 各自回家 收拾行李 只说 董超 正在家里 栓树包裹 只见 巷口酒店里 酒保 来说道 董端工 一位官员 在小人店里 请说话 董超道 是谁 酒保道 小人不认的 只叫请端工便来 原来送食的工人 都称呼端工 当时 东超便和酒保 进到殿中阁内看食 兼坐着一个人 头戴顶万字头巾 身穿领造纱被子 下面造靴静袜 见了董超 慌忙作一道 端工请坐 董超道 小人自来不曾拜食尊严 不知呼唤有何使令 那人道 请坐 少监便知 董超坐在对席 酒保一面铺下酒盏 菜书国品按酒 都搬来摆了一桌 那人问道 薛顿工在何处住 董超道 只在前边巷内 那人唤酒保问了底脚 与我去请江来 酒保去了一盏茶时 只见请的薛霸到格尔里 董超道 这位官人请俺说话 薛霸道 不敢动问大人高兴 那人又道 少客便知 且请饮酒 三人坐定 一面酒保筛酒 酒之数杯 那人去袖子里 取出十两金子 放在桌上 说道 二位端供各收无两 有些小事烦急 二人道 小人素不认的尊官 何故于我金子 那人道 二位摸不投苍州去 董超道 小人两个奉本府差遣 紧要临冲直到那里 那人道 既是如此相反二位 我是高太尉府新妇人 陆于后便是 董超薛霸 诺诺连声 说道 小人何等样人 敢供对席 陆迁道 你二位也知 林冲和太尉是对头 今奉着太尉君子 就将这十两银子送与二位 望你两个领诺 不必远去 这就前面辟静去处 把林冲结果了 就比处逃指回撞 回来便聊 若开封府但有话说 太尉自行吩咐 并不防事 董超道 却怕使不得 开封府公文 只叫借活的去 却不曾叫结果了他 一切本人年纪又不高大 如何做的这缘故 他有些兜的恐不方便 薛霸道 董超 你听我说 高太尉便叫你我死 也只得依他 莫说使得官人 又送金子于俺 你不要多说 和你分了吧 落得做人情 日后也有照顾俺处 前头有的是 大松林猛恶去处 不减怎的 与他结果了吧 当下薛霸收了金子 说道 官人放心 多是五站路 少值两成 便有分销 路迁大喜道 还是薛端贡 真是爽利 明日到地了时 势必揭去林冲 脸上金印 回来做表证 路迁再包办二位 十两金子香谢 专等好印 切不可相悟 原来送食 但是犯人 徒流迁徙的 都脸上刺字 怕人恨怪 只换作打金印 三个人又吃了一会儿酒 鲁鱼后算了酒钱 三人出酒 四来 各自分手 只说 董超薛霸 将金子 分寿入乙 送回家中 取了行李包裹 拿了水火棍 便来使尘房里 取了林冲 尖压上路 当日出的城来 离城三十里多路 歇了 送食 徒路上客店人家 但是工人 金鸭 求人来歇 不要房钱 当下 董薛二人 带林冲 到客店里 歇了一夜 第二日 天明起来 打火吃了饮食 投苍州路上来 时于六月天气 炎鼠正热 林冲初吃棒时 倒也无事 此后三两日间 天到盛热 棒窗雀发 又是个新吃棒的人 路上一步挨一步 走不动 东超道 你好不小事 此去苍州二千里 有余的路 你这样搬走 几十道的 林冲道 小人在太尉府里 折了些便宜 前日方才吃棒 棒窗举发 这般炎热 上下只得担待一步 薛霸道 你自慢慢地走 休听结果 董超一路上 难难多多的 口里埋怨叫苦 说道 确实老爷们晦气 撞着你这个魔头 看看天色又晚 胆见 红轮低坠 欲敬江明 摇关乔子归来 进度柴门扮演 僧头古寺 书林嚷嚷鸭飞 客奔孤村 断岸 嗷嗷犬飞 家人屏竹归房 于府收伦罢调 鸡鸡乱穷 明浮草 纷纷速录 下锁听 当晚 三个人头村中客店里来 道德房内 两个工人放了棍棒 结下包裹 林冲也把包来解了 不等工人开口 去包里取些碎银两 让店小二买些酒肉 敌些米来 安排盘转 请两个房送工人做了吃 董超薛爸又添酒来 把林冲灌得醉了 河家倒在一边 薛爸去烧一锅 白滚废汤 提将来 请在脚盆内 叫道 林教头 你也洗了脚好睡 林冲正得起来 被家爱了 屈身不得 薛爸便道 我替你洗 林冲忙道 使不得 薛爸道 除路人 哪里计较的许多 林冲不知事迹 只顾伸下脚来 被薛爸指一按 按在滚汤里 林冲叫一声 哎呀 急缩得起时 泡得脚面红肿了 林冲道 不消生寿 薛爸道 只见罪人 服事工人 哪曾有工人 服事罪人 好意叫他洗脚 颠倒 闲冷闲热 却不是好心不得好报 口里 口里喃喃喃地骂了半夜 林冲哪里敢回话 自去倒在一边 他两个泼了这水 自换些水 去外面洗了脚收拾 睡到四更 同店人都喂起 学霸 学霸起来 学霸起来烧了面汤 安排打火 做饭吃 林冲起来 晕了 吃不得 又走不动 学霸拿了水火棍 催促动身 董超去腰里 结下一双新草鞋 耳朵并锁 却是麻鞭的 叫林冲穿 林冲看时 脚上满面 都是辽浆泡 只得寻觅旧草鞋穿 哪里去逃 没奈何 只得把新鞋穿上 脚垫小二算过酒钱 两个工人带了林冲出店 却是五更天气 林冲走不到三二里 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 鲜血淋漓 正走不动 生患不止 薛霸骂道 走便快走 不走便大棍硕将起来 林冲道 上下方便 小人岂敢怠慢 额言成途 其实是脚疼走不动 董超道 我扶着你走便了 掺着林冲 又行不动 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 看看正走动了 早望见前面 阴笼雾锁 一座猛恶林子 但见 层层如鱼角 玉玉似云头 茶牙如鸾凤之巢 区区似龙蛇之势 根盘地角 温缓有四 盲盘旋 影符烟消 高耸执教 琴打拙 直饶胆应 新刚汉 也做魂飞魄散人 这座猛恶林子 有名换作野猪林 此时东京去苍州路上 第一个险峻去处 宋时 这座林子内 但有些冤愁的 使用些潜语工人 带到这里 不知结果了多少好汉在此处 今日这两个工人 带林冲 奔入这林子里来 董超道 走了一五更 走不得十里路程 此此 苍州怎得得到 虚霸道 我也走不得了 岂就林子里歇一歇 三个人奔到里面 接下行李包裹 都搬在树根头 林冲叫声 哎呀 靠着一株大树便倒了 只见董超说道 行一步等一步 倒走得我困倦起来 且睡一睡却行 放下水火棍 便倒在树边 略略闭的眼 从地下较僵起来 林冲道 上下做什么 董超削霸道 俺两个正要睡一睡 这里又无关锁 只怕你走了 我们放心不下 一次睡不稳 林冲答道 小人是个好汉 官司既吃了 一室也不走 董超道 哪里信的你说 要我们新闻 须得付一付 林冲道 上下要富便富 小人赶到怎地 须把妖礼解下锁子来 把林冲 连手带脚 和夹紧紧地 绑在树上 两个跳江起来 转过身来 拿起水火棍 看着林冲 说道 不是俺要结果你 自是前日来时 有那鹿鱼后 传着高太尉军职 叫我两个到这里结果你 立等金印回去回话 便多走的几日 也是死数 只今日就这里 倒做成我两个回去快些 休得要怨我弟兄两个 只是上司差遣 不由自己 你需精细着 明年今日是你周年 我等已限定日期 亦要早回话 林冲剑说 泪如雨下 便道 上下 我与你二位 往日无仇 近日无冤 你二位如何救的小人 生死不忘 董超道 说什么闲话 救你不得 薛霸便提起水火棍来 望着林冲脑袋上 披江来 可怜豪杰 等闲来赴鬼门关 惜在英雄 到此翻为怀国梦 万里黄泉 五履殿 三魂金叶 落谁家 毕竟看林冲 性命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